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连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啊 你还记得西游记里边那个人生果吗 话说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今天呢我从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老君来的 原始天真 银生果不是我的吗 啥时候尝它的了 啊 据说呢那个东西呢是可以吃了以后长生不老 然后呢我从原始天真那边昨天的时候 我在梦里边啊给他老人家求了一颗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了很多话我比较感谢你就是老爷这个东西可以吃吗 可以吃它就是 像云南石林那边也是叫人生果它是可以吃的 我先吃了 然后呢 这个是没有成熟 没有成熟的那个味道呢就差那么点意思 熟了以后呢 就像咱们吃的什么的黄瓜但是比黄瓜要甜 但是没有甜瓜那么甜 我就不吃了啊 那就是很好玩的一个 它是属于这种 盆栽类的一个可以结果的而且有一定的观赏性 蛮好吃的好多的话有呢可能比较感兴趣就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叫人生果它其实并不能长生不老 有话说老万一你为什么我看到有结的是这个形状有结的是那个形状呢 其实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像这种还没有结果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用 模具了就像 五粮叶出过那个永不分离的一款酒一样 在很早的时候呢就是 刚要结果的时候他就已经弄了个模具长的时候就 长成这个人生果的样子了就像你们 看网上也有那个方形的西瓜就这么个道理啊简单一盖才就行了 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吃啊 然后呢也比较简单 接下来呢给大家叨叨一下这个东西呢 是主人生果啊名字叫人生果但是它是一个茄儿柯的 也是 有人喊他这个叫香茄子啊就反正就是有点甜的那种感觉 然后起来也很简单 而且这个呢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啊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 讨着的臭宝说老万一这不是有木本吗 他其实就是一个草本跟茄子那个茄子壳一样差不多就是 他的一个直立性还是差点意思的挂果的时候呢需要人为的去支撑一下 要不然就坠着就给压断了压弯了 像养护起来的时候呢就 在夏季很高温的时候要遮阳冬天的时候要搬到室内他 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能力 像一般地域零下5度的时候呢就开始落叶子了然后第2年能不能复发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在种植他的时候想养护的玩的时候呢 尽量的就维系在5度以上尽量是室内有阳光棚当然就是可以 像云南地区是可以地摘还广东地区是可以地摘的这个完全ok没 就是跟咱们 养的大部分的花都一样浇水这一块还是拿捏一个干湿云环 他的主根呢就是 没怎么强 很多的那种毛细根给大家看一下嘛 可以看到下面露出来了我看看能不能给他拿出来 有话说你卖这个吗我不卖这个这个是 我家小孩 去的时候都非得看上了然后给拎回来的我觉得挺有意思 应该逗孩子玩挺好玩的哈 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吃的 好吧我觉得呢就是 可以满足一下孩子们的一个小欲望这个呢 老花一这个 跟大家要说的是就是做模具的这个哈 基本上是没有卖的 现在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的 这种就基本上没卖的只是人家那个 大棚里面养几万克就养个十几二十几克用来当样品的 所以说你这种买这种人参果行的 是弄不到 不过呢大家可以自己做个模型 自己去养着玩自己去做各种的形状出来 可塑性很高的 这个土还拔不出来了我感觉 根系很多 好一好吧要不然拔不出来 这种根系是很虚的很多的 就是主根没有很粗壮的那种感觉就跟咱们养到的制止花也差不多的一个根系 用土这一块呢就是沙长土为主 最低气温还是说五度以上啊尽量别让它去落叶子了落叶子第二年它有一定的 复发难度 然后呢它的一个萌芽能力是很强的 这个东西老挂鼓啊基本上开花以后就能挂鼓 这个人参果呢一般啊它是这个春天开花 夏季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开始结果了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一般都是跟咱们养的茄子差不多但是它还是那个点啊多年生的一个桃梅 你要喜欢看还喜欢吃的话一样一克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呢咱们家暂时没上还是那句话啊你想要这种人参形的是没有 你想要这种形状的是有 你要想要的话可以给你们整一些啊 你们要不要吧你们在评论区看有多少要的要要的多我就给你们整个摆出来吃 好了 一篇关于这个 比较好玩的人参果的一个事再说一下啊它跟人参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你当个水果之类的吃 可以的 一般呢就是 春中秋收的那种感觉了它是多年生啊 嗯 要不帅机点个赞我老花一 我最愿意 白了 白了 嗨 嘿嘿 嘿嘿